歡迎收看啪啪Partner 今集繼續有我Yanki丁岸 以及兩位拍檔Vera和Pico 你好 今集的主題是說 增加懷孕的機會指南 Yanki,讓我考考你 有甚麼獨門秘方可以包含寶寶 其實懷孕也是受精的過程 讓男生多吃雞子 耳型保養生產,多點精子 肌關槍掃射,肯定中了 耳症保精? 不過其實生小孩哪有包 難道摘過雞就中了嗎 其實如果真的想機會大一點 算一下排輪期也可以 對,不如我們也請我們的嘉賓 跟他們學習吧 事不宜遲,有請我們今集的啪啪Partner 澤豐和Lillian 厲害,你好 好,歡迎澤豐和Lillian 首先要恭喜兩位 因為成功做藝 謝謝… 魚鏟期是甚麼時候 七月 很快到了 日子很快到了 對… 你們想有小朋友是因為愛 還是因為責任呢 一定是愛 對,是這樣 有愛才可以有責任 我這個自己… 說真的有甚麼責任 有甚麼責任我都不負責 對,不過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小朋友 對 我們因為兩個職業都是教小朋友 有好處的 例如兩、三歲的人說很煩 正如我來說,不煩 你很喜歡做小朋友 可否放在他那裡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對,他先照顧一下 可以… 很開心 突然有一個小朋友 其實我會害怕 又很開心 害怕就是… 不知道要怎樣對付他 怎樣對付他 我對付別人的小朋友 就多了 對付自己的小朋友會否… 即是腳軟 會的…會心軟 你會否鞭打他 沒有 不捨得 不是不捨得的 即是用另一種方法說道理 但說來說去,他也聽不懂 可以帶小提示給大家 小朋友15個字之內要說完 否則他不知道你說甚麼 長過15個字的句子 他完全無法領悟 無法領悟 你越簡短,他就越容易吸收你說甚麼 很厲害 對 我們稱之為簡單、直接 對… 你們何時開始計劃生育 其實我們一結婚就已經做人了 九年前就結婚了 我們因為夫妻的房間也不切房間 因為結婚的時候已經四盒多了 是 貼甚麼房間 不用房間了,對吧 隨緣吧… 隨緣了很多年也… 其實坦白說,也試過有其他方法 有時她的女婦越矜持了 有機會… 有機會… 誰知道還是做空保 到最後我回答問題 你…我又沒有來,會否遇到 我已經看開了 你儘管說吧 但其實差不多九年 這段時間內 會否覺得有期待成為隨緣 令到近幾年的時候 會覺得做愛好像變成例行 要做的一項工作 會否為了生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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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也不會覺得是 因為其實我們倆是先建立在感情上 對… 感情中… 如果更加有一個小孩 我會維繫到感情更大 而且會有另一種不同的體會 所以我覺得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因為我們倆都會閃婚 一年就結婚了 別想太多了 那就不似乎了,太遠了 你們都是隨心派 對 你們當時真的很想要嬰兒 有試過跟排卵期來計算嗎 即是前七、後七那種嗎 對 類似的 先計算… 我想分析排卵前、後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朋友教過我們 你試試吧 因為試過這麼多次空保就試試吧 不一樣,好像也是這樣 其實也沒有,找我問吧 算了,別計算了 想來就來吧 排卵期通常是… 排卵期是在… 你不是說在M之後的多少天嗎 通常是生理週期的中間 例如生理週期是28天 就是在M之後的14天 就是那段時間 那時候成熟的卵子就會流出來了 就會… 對… 就會去到書卵館 大概是很少時間 只有那24小時在書卵館等候受精 那24小時受不了精 便會再見 所以有些人說在排卵期的時候 那天或排卵期之前 便可以做愛 做定愛時,有些精子在等待他 可能受精的機會較大 精子可以等那麼久嗎 大概可以在子宮或商館內 可以生存5至7天 不過我有驗過我的精子 因為我年紀很大 我沒有精子 他說挺好,你有98%活躍 很厲害 你打拳多了 可能做運動多了 但我跟人說… 以前是運動員 因為我不知道為何我們沒有 沒有小朋友 但我跟人說,可能我不行 不,而且我可能… 因為我以前看中醫 就說我是寒底 可能他會說我內裡不夠暖 所以自己在吃東西方面 不要儘量這麼寒冷的東西 冷東西… 吃溫溫的東西 會避忌,儘量… 但現在知道不可能全都戒掉 應該盡量知道自己是這樣的 其實說到精子的活躍度 有些人以為除了精子活躍之外 其實是做得密不密 結婚就差不多是日常 日常嗎 簡單而已 好… 特別說,只是那幾天才較重要 但其實也會感覺舒服 就是情動動事 對 感情很自然 很好的 因為我遇過很多人的結婚 是因為想生小朋友 令大家感情不好 就是經常計時… 對,計時 來吧 還有眼力很足夠 那是你太太 我經常覺得… 坦白說,我娶她回來 不是打算生小孩 我覺得你真是外國人 你跟她結婚,然後你為她做愛 我覺得這是自然的事 那你真是愛她,因為你做日常 你真是不愛她,真是為了生小孩 又來?我沒甚麼能力 你真是沒甚麼能力 我覺得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 沒有甚麼特別的規定 今天每天要做一次 有機會比較大 可能我今天工作也很繁忙 坦白說,在7時工作 就… 開工 在晚上工作,11時才下班 很累 有時當然休息會比較好 不然我真的很辛苦… 累了,可能真的休息 不會帶你來 只不過你很精力,更能做得… 對 更能力量強一點… 不過我也很同意 例如排行前後 數據上科學上 真的有些分析可以幫助 但我覺得最重要 都是雙方的心理狀態 和享受那件事 最放鬆的話 我覺得才是最有機會 令大家懷孕 我自己都是… 不過去旅行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會 心情放鬆 對 那些都放下了 對… 因為放下所有東西 我覺得人的狀態 是客觀的 我覺得比較健碩 起碼不用背負背著那麼多東西 我覺得會好很多 其實很多朋友跟我這樣說過 同事… 對 很多同事,同行生幾件的 旅行也來了 試試旅行吧 旅行可以的 這個就是日本 這個就是泰國 最好就是歐洲 其實我們剛才說了 計算排行前後 其實很多想懷孕的父母 都會找其他不同的方法 可能是飲食方面的配合 我想問Lily和澤豐 你們有否試過在飲食方面入手 飲食?你吧 他最喜歡吃雞蛋 我真的喜歡吃雞蛋 他喜歡吃雞蛋 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人說是窮孕寶貞 如果我…正常計算 如果那天不做運動 我大約吃三隻 一天嗎 其實真的不多 他消耗到 如果我做運動那天 我可以吃五隻雞蛋 因為煮雞蛋很簡單 雞蛋又很甜 你吃下去就覺得很甜 很快就覺得很飽 吃完一隻 我隔幾兩小時就吃一隻 有時我問我可以吃嗎 有時他煮了,他自己吃 吃了別人,又要做給別人 雞蛋我很喜歡 而且我也很喜歡煎雞蛋 煮雞蛋也喜歡吃 炒蛋那些是我的食物 雞蛋 據聞說雞蛋是因為… 是酸素 酸素 可以幫助精子 其實是有好處的 相反,我… 例如燕摩 男人很少吃燃燒 雞蛋也有幫助 而且我很喜歡吃骨膠原 就是豬腳 軟骨 軟骨、軟組織 對,特別是小朋友 我做運動員,需要一些軟骨 這些軟骨的蛋白真的很強 他們說有些軟骨要吃 才能吸收到 有關係嗎?我覺得可能有一點關係 有看過網上流傳 有甚麼人發給你說 吃甚麼會好,吃甚麼會怎樣 有些說吃海鮮要生甚麼 吃甚麼就生甚麼 生濕疹了,我真的好想說 不是,能吃菜多就生孩子 吃菜就生孩子 因為選擇才會選擇 但我覺得不是我們經常吃菜 但這就懷疑了 吃肉就是生女 我一會想到… 我一天生吃兩碗菜 我還是生過了 我還是喜歡吃菜多於吃肉 對 但現在人家說不是 人家說你和你老公歡樂 那時嗎 很幸運,就是生女 你和她的老公不歡樂 就是生孩子 每天都說,人家說是你 你倆都不專注 我現在都不專注 其實在計劃生嬰兒之前 最好是准爸爸、准媽媽 一起做身體檢查 除了可以知道大家的精子、卵子 生殖器官、身體 是否準備好生嬰兒之外 還可以看看會否有隱性遺傳病 例如地中海貧血 而如果試了一年 在排卵期前後也有正常做愛 但還未能成功懷孕的話 我會建議去找家計會 醫生或專家去看看 看看會否有事可以幫助 或是出現了一些特別的情況 深入一點就這樣問 有否當時是在做甚麼體位 我們沒有特別做甚麼體位 總之會覺得舒服 對 甚麼位置都會嘗試 你會覺得情趣會更大 你會否覺得情趣… 其實他們很好 注重愛和情趣 情趣 比為責任要三B… 如果你有情趣而成功出來 你會更加愛這個小孩 你沒有情趣,把B出來就沒意思 你會很討厭… 你真是愛女人 我經常都很親密的東西 我只是製造東西 對… 對,你真的做一個人 不是做一個機械人 不是在工廠生生機械人 對… 你要通過愛和感情生他出來 那你生他出來… 那過程你不能用機械人 你跟著你的責任 就會想到… 因為愛才有這件事 對 就會向他付出為他做事 否則你會覺得這是一個負荷 你會對他有不喜歡的感覺 我不想有一點不喜歡他 對 而且我始終覺得這件事 我們是藝術人 藝術人是很藝術的 當然是愛才跟做愛 說感情 怎麼搞的?是機器 我跟我在工廠一樣 實際上,如果做愛過程 會比較興奮 亦會比較容易壞 對… 心理那種 有些人會說…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 就是傳教士式會比較容易 傳教士式是甚麼式 男上女下 男上女下 最傳統的那種 為何傳教士式… 就是龍舟掛鼓 傳教士就是這樣教人怎樣做愛 就說這個顏色較容易受人 但我覺得也不一定是 只要是普遍來說 大部分人都用這個顏色 最通通、最容易做的方式 對,多些人會因為這個姿勢而懷人 對,我們傳教士試過 我們後面… 後入? 後入試過 側顏色也試過 其實可能在同一次做中 已經做了三種 分不出甚麼 對,都會有三種 因為你覺得不會那麼單一 你會很悶感 你的感覺才會有高潮 而且大家的愛才會更加強 對… 而且剛才提到後入 有些人說後入… 陰莖可以深入一點 或是精子流到子宮的距離 可能真的會有幫助 視乎男人厲害嗎 甚麼都是假的 甚麼都是假的 他沒有力度上去 你沒有力度上去 你就是後入,前入也很厲害 如果男人不厲害 後入也不厲害 因為一米的精子 總共是一千萬以上 對,一千萬以上 一千萬以上 你只要一條 我已經可以了 你做就只要一條勁 一條勁就行了,不用多了 對,因為深不深是沒甚麼關係的 但最重要是… 其實我看過家計會說 做愛做得密的話 其實也未必是好 但做得梳也未必是好 例如做得密,一天一次 可能令精子的數量減低 質量也不太好 對,但如果超過一星期才一次 即做得很梳 就會令精子的活躍度 沒有那麼高 所以其實他們… 三天 兩、三天一次 對,兩、三天一次 兩、三天一次 然後呢 可能我們做的時候太密 太密,因為太多愛了 兩、三天一次 而且到了女性排輪期時 可以隔天一次試走 可以令受人的機會高一點 但我再說一句 中的只有一條就中了 對 即是得意留下來 中了一晚就沒問題 這條只中不中 對 我覺得現在的奇異是身體健康 對… 除了我們剛剛問過的問題外 我也帶了一個榜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四大迷思 關於增加懷孕的機會 完事後,將女方的屯部抬高 然後又有 潤滑劑助精子流動 簡性容液灌洗陰道 以及性高潮會幫助懷孕 你們要猜猜 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其他三個都是錯的 女性點步抬高… 她可能抬高的時候 她游得久一點 游得發… 停留進去… 游得久一點 或者射完後 一個人站起來 她怕精子就流了 就流了,我們想到這裡 第二項是潤滑劑 那些有助精子流動 精子流動 原來真的聽說殺精 視乎甚麼潤滑劑 其實潤滑劑很講求滲透壓和酸鹼度 因為精子屬於比較簡性 如果潤滑液偏微酸 通常適合女性的陰道 但會影響到精子活潤 而且滲透壓如果太高 例如有金油成分的潤滑劑 會令精子活潤度變成 對,就會滲透了 就是潤滑劑 但有些潤滑液是專門幫助人 但我猜這裡是普通的 就這樣是街道的 精分是普通的 精分是普通的 所以簡單一點 我真的會對於精子沒那麼好 我的話,簡性溶液 沒理由洗 管洗陰道 不可以 那就是殺菌 你現在一比九十九都會選擇 分解是殺菌的 而且你放進去 然後就好像衝出來 好像沒有用 而且陰道是不可以洗的 現在不可以了 不可以自然有這個平衡 但你最多是洗腸 不需要洗的 對,不可以洗在陰道 你知道滿清的皇朝 時尋後,太監製的皇帝 會否留下菌 沒錯 這樣就會把妃嬤去洗陰道 如果不留就洗 對 那妃嬤一定會有陰道 一定會有陰道 性高潮座畫人 我想這個會… 這個有機會 對,這個有機會 因為兩個的愛的感覺較強烈 大家去到最頂峰的時候… 我覺得最頂峰的時候 你最興奮的時候 我想這個機會可能會大一點 撞擊會較強一點 大一點,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最準確是第一次和四次 也是 我覺得四次也一定是 四次… 四次好像比較好 如果抬高,很多人都會抬高 很容易 抬高就很容易 抬高就很辛苦,為甚麼 當你很累 對 你拼命後還要… 抬高 還要抬高 然後腳… 然後要睡覺,抬著你睡覺 太監徒會否抬高 抬高,你當然是… 可能是… 我先跟大家說 第一個不對 其實女方的抬高是不對 其實是沒有幫助 因為如果精子是活躍的話 在抬高之前,它已經流入了 進去裡面 對 還有我們進行性行為時 很難避免有細菌或不髒的東西 你抬高去腿部的時候 有機會令那些髒的東西 都流入了,尿導員 停在裡面 沒錯,所以其實這個是NONO 然後第二個錯誤也是… 潤滑劑幫助精子流動 這就正確,像剛剛Vera說過 因為很多潤滑劑的宿間 其實未必能跟精子吻合 亦有可能殺精子疑 或會抑壓精子的活動神 對 除非真的買磚 是幫助精子流動的 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迷思 還有一個錯誤的就是… 簡性溶液的血液 這期不好,有三寶寶也不好嗎 我真的為何這麼做 而且即使是簡性溶液 只不過可以暫時改變陰道中的酸眼值 不是整個女性的酸眼值 對 所以也是不一樣的 而且經常這樣做 真的很容易有陰道熱 對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所以大家的選擇都非常正確 就是性高潮 對… 肚在懷孕 這真是最頂點的東西 當然有助懷孕 有些研究說 當女性高潮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她的子宮可以做了一個收縮的動作 對… 像有一個放浴 吸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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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女性的身體很奇妙 當我們排卵的時間 子宮頸分泌的黏液 其實是幫助藥,可以吸收藥 好像幫助藥 吸收藥 所以時間是… 對… 所以時間是在這裡 我們說到這個位置 其實會否最後Lillian和澤豐 也有些心得是關於… 反而大年紀的人 真的還想懷孕 我覺得休息… 健康 健康,而且你放開了心情 我經常覺得… 我都有一定的年紀 但我希望不應該除年紀液或不熱 是否應該這麼說 對… 真的要自己調理好身體 是 因為如果說我很想有個小孩 但身體不好 即使他到你身上 他不可以依附你身上 他也是一個… 不如沒有的東西 也不會一個很健康的成長 所以你一定要準備好身體 你自己很了解身體狀況 如何調理一下 然後心情再加起來 還有愛兩種東西加起來 你令這件事成就出來 是 我覺得會很好 很感謝澤豐和Lillian 今天上來和我們分享了 有這麼多好聽的懷孕指南 謝謝… 我們下集見吧 啪啪啪啪啪 看完巴黎,拍攝得更好 再見…